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这是很多女人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今天我们这位女主人公就是这么认为的 她是一个漂亮性感且聪明的女人 也是一位让很多男人都想如飞飞的女人 在亲戚朋友眼里 她还是一个有了大好前途的女人 她是暗夜里的精灵男人的噩梦 常出没于各大娱乐场所 以自身为诱饵 不断的将男人的邪念扼杀在摇篮之中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惊悚片 虔诚刺激的女孩 在一家灯红酒绿的夜总会里 炮灰哥正在和朋友们喝酒砍大善呢 这个时候他们看到了 已经喝得不醒人士的漂亮女孩春花 炮灰哥无法控制脑子里的邪念 于是便上去跟春花搭讪 炮灰哥察言观色 发现春花确实喝了不少 于是便主动提出送春花回家 刚开始炮灰哥装的像个正人君子 可上车不久 这哥们就提出了让春花跟自己回家再喝一杯 春花将计就计 不动声色的看着炮灰哥的表演 没过多久 炮灰哥的狐狸尾巴就露出来 开始对春花是动手动脚 春花一看时机已经成熟 结结实实的把炮灰哥教训了一顿 春花有一个日记本 每收拾一个坏家伙 他都会在本子上记录下来 这些年下来是战果累累啊 春花的父母对于自己的闺女 马上就30岁了 还不找男朋友也是头疼的狠的 尤其是这个大龄圣女 总是后半夜才回家 让他们非常的担心 春花一直在好朋友酱油姐的咖啡馆里打工 即便有好的工作 他也不愿意换 酱油姐实在搞不明白 春花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 说有这么一天 春花昔日的大学同学小白脸来到了咖啡馆 虽然多年未见了 但小白脸还是一眼就认出了 这个自己在大学世界暗恋的女同学 小白脸很不理解 当年那个在医科大学成绩优秀的女孩 怎么会在咖啡馆上班 他貌貌实实的提出了质疑 搞得气氛相当的尴尬 为了取得春花的原谅 小白脸喝下了春花吐过口水的咖啡 然后希望春花能跟自己约会 晚上春花在娱乐场所 又诱惑着一个不安分的家伙 这哥们先是跟春花云山雾罩的深海 花言巧语说的甭提有多甜了 然后就开始不规矩了 这个时候 醉眼迷离的春花突然变得异常的情形 把这哥们吓了一跳 春花很希望自己哪天能遇到一个例外 但令他失望的是 从没有任何一个男人不对他动歪心思的 今天这哥们之所以能逃过一劫 主要是因为胆子小 不像其他男人那么蛮横 在春花30岁生日的这天 他的父母送给他了一份礼物 由于春花漫不经心的样子 搞得他老妈非常的恼火 把羈押在内心的怨气 一股脑的全发现出来 春花的父母送给了春花一个粉红色的行李箱 虽然暗示的已经非常明显 但春花依然赖在家里不肯搬出去 酱油姐觉得春花不能再这么换下去 但一心致力于打击坏男人的春花 根本不愿意想别的 她似乎是已经有些走火入魔了 两人正聊着的时候 一直惦记着春花的小白脸又来了 虽然春花不想跟任何男人交往 但面对小白脸热烈的追求 她还是有些动心了 看着自己的闺女穿得跟花糊蝶似的出去约会 春花的父母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春花和小白脸的第一次约会非常的愉快 两人聊起了大学时的那些美好时光 晚上两人一起散步 小白脸故意把春花领到了自己家的楼下 希望春花能上去喝一杯 春花一听可气的不轻啊 心想这男人真的是没有一个好东西 小白脸一看春花脸色不对 急忙打消了邪恶的念头 春花回家想了一晚上 觉得小白脸其实还是不错 最起码照顾到了自己的情绪 没有坚持把她往家里边聊 因此她主动去医院找到了小白脸 小白脸本以为自己把事情搞砸了 正懊悔的时候 没想到女神居然主动找上了门 这心里顿时就乐开了花 两人在咖啡馆闲聊的时候 小白脸提到了当年在医学院时 他们的一个同学鸡贼哥 鸡贼哥是个花公子 当年在医学院的时候 可欠下了不少风流债 现如今已经改邪归正 准备跟一个女模特结婚了 当听到小白脸提到鸡贼哥的名字时 春花脸上的表情显得是异常的沉重 似乎是勾起了她很多不堪回首的往事 晚上春花在网上搜到了鸡贼哥 以及其狐朋狗友绿茶姐的信息 转过天 春花把昔日的同学绿茶姐约到了母餐厅 原来当年在医学院里 发生了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 春花最亲密的朋友 绿茶姐站在了鸡贼哥那边 认为妮娜被灌醉强暴纯粹是自嘲 为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春花花钱雇佣了一个大帅哥 让帅哥把已经喝醉的绿茶姐带到酒店 接起来春花又找到了医学院的女校长 当年妮娜被鸡贼哥侵犯之后 主动找女校长汇报了这件事 但是这个女校长为了学校的声誉 以证据不足为由 居然把这件事给压下去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这个女校长依然振振有词 坚持说自己当年做的并没有错 为了让女校长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春花谎称女校长的女儿 被几个男孩带到了某酒店 这下可把女校长给吓坏了 俗话说事不关己高高挂齐 当事情发生在自己亲人身上的时候 一些人才真正意识到自己错 从女校长的办公室出来之后 春花又在街上教训了一个 不懂得尊重女性的家伙 这时候心里才觉得好受了一些 傍晚时分 当春花刚走到家门口 小白脸突然过来找他晚上去看电影 春花以身体不适为借口拒绝了 晚上春花在夜店又勾搭住了一个黑人小哥 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他居然在夜店门口撞见了小白脸 小白脸一看这情况气得脸都绿 根本就不听春花的解释 转过天春花找到了当年为鸡贼哥辩护的律师 这么多年过去了 律师对鸡贼哥侵犯妮娜的事情 仍然是记忆犹新的 当年他昧着良心替鸡贼哥辩护 心里至今仍有一种罪恶感 他在春花的面前真诚地做了忏悔 本来春花打手都顾好了 可一看律师的态度这么诚恳 他最终选择了原谅 随后春花来到了妮娜家 妮娜的老妈劝春花不要再这样继续下去了 她希望春花能回归到正常的生活 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计较 春花回到家 在网上得知鸡贼哥要在结婚前 举办一个单身派对 不过在听了妮娜老妈的劝说之后 春花不打算再报仇了 决定开始自己的新生活 她主动找到了小白脸 对于那天晚上在夜店门口的事 春花含糊其词地解释了几句 希望小白脸能够原谅自己 但一句也没听明白的小白脸 对春花的解释并不满意 不过小白脸的确是非常喜欢春花 经过一晚上的思想斗争 她主动到咖啡馆找到了春花 然后两个人的关系突飞猛进 很快就住在一起了 两人确定关系之后 春花把小白脸带回家 见了自己的父母 看着自己的闺女终于开始忙正事了 春花的父母也非常的欣慰 一天下午 绿茶姐找到了春花 那天喝醉之后 她一直担心自己跟那个帅哥发生了什么 但春花告诉她 那天其实什么都没发生 只不过是虚惊一场而已 绿茶姐知道春花这么做 是想给自己一点教训 于是她给了春花一段 当年出事时的视频 七年前 妮娜被鸡贼哥侵奋的那天 有人在现场拍了录像 这段视频被人传完传去 也传到了绿茶姐的手机上 当春花观看这段视频的时候 意外的发现小白脸当时也在现场 这个打击对春花来说 简直是灾难性的 经过跟小白脸的相处 她本以为这个世界上还是友好的男人的 但从这一刻起 她再也不会相信任何男人 她决定恢复她的复仇计划 她找到小白脸 播放了那段视频 并威胁小白脸 把鸡贼哥举办单身派对的地方告诉她 不然她就把视频 发给小白脸的同事和亲戚朋友 这帮单身狗一看全都疯了 纷纷猜测这到底是谁为鸡贼哥定制 春花首先用柴有麻醉药的酒 把其他人给弄晕 然后又骗着鸡贼哥戴上手铐 当鸡贼哥明白过来怎么回事的时候 春花已经准备动手了 她打算把妮娜的名字 刻满鸡贼哥的全身 可就在这个时候出事了 鸡贼哥竟然挣脱了一只手铐 然后残忍地把春花给杀害了 第二天的一早 鸡贼哥的损友来到楼上 一看这情况可吓坏了 为了防止走漏风声 两人一商量便把春花的尸体给火化 不过事情可没他们想的那么简单 春花在去派对之前 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春花失踪之后 她的父母及时报了警 警察第一时间找到了小白脸 虽然小白脸意识到春花很可能去了派对 但她却没有告诉警察 鸡贼哥举行婚礼的这天 亲朋好友来了不少人 小白脸也过来碰场了 当她正心不在焉的应酬的时候 收到了春花发给她的定时信息 原来春花在来派对之前 把内部存有视频的手机 寄给了那位已经改过自新的律师 并附上了一张便条 春花告诉律师 自己去了鸡贼哥的单身派对了 如果她失踪了 让律师把这张便条 连同那段视频交警察 警方很快来到了婚礼的现场 并且找到了鸡贼哥焚尸的地方 鸡贼哥最终因为涉嫌杀害春花 毕竟她带走了 而春花发给小白脸的几条定时信息 也传达了春花对小白脸 以及鸡贼哥等人的嘲讽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 世界是个大家庭 最重要的是和平 甭管男人或女人权力尊严要相同